特朗普周三对记者说 他正在兑现总统竞选时的承诺 让美国士兵回家 这时候让我们的士兵回家了 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士兵伤亡 但是因为我是总统 我们说了算 记住这一点 特朗普驳斥了关于他 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时 为土耳其入侵叙利亚北部 开绿灯的指控 那次谈话之后 我写了一封信 一封非常强硬的信 从来没有给绿灯 由副总统彭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 正在安卡拉访问 其任务是说服埃尔多安 在叙利亚北部实现停火 否则将面临美国的严厉制裁 美国国会议员质疑威胁制裁 能否阻止土耳其支持的军队 一周前开始引发的流血事件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 美国的撤离 在叙利亚北部留下了一个空白 很快就会被美国的敌人所填补 俄罗斯和伊朗不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不会保护美国的利益 托尔德人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却被抛弃了 众议院周三以354票对60票 通过了谴责特朗普决定的决议 投票结束后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两党代表 但有报道说 特朗普称民主党领袖佩洛西 为三流政客后 民主党人退出了会晤 我认为这次投票的比例 超过2比1的共和党人 投票反对总统的所作所为 这使得总统受到了刺激而崩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开会 因为他无法面对现实 共和党议员则指责说 佩洛西应该为民主党的退席负责 当出现危机的时候 领导者应该留下来 不管他们喜欢或不喜欢 所听到的话 并切实努力解决问题 在国会议员们呼吁 特朗普改变决定的同时 叙利亚当地的局势 已经发生了变化 叙利亚政府军与夯尔德人 和其他当地民兵一起 阻止了土耳其 对其北部的入侵 这些部队星期二 进入重要城市曼比耶 并于周三晚些时候 进入了战略边境城镇科巴尼 卢勒斯泽强硬表示 要阻止土耳其和莫斯科 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之间的战斗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